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Windows 8的开机加速登录档优化 Windows 8的关机加速登录档优化 会在下一篇跟大家介绍 本篇教学的登录档数值均采用微软官方文件制作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但是依我操作属不清的电脑经验 还是有一些使用限制 请注意 本工作是不对提供的登录档 所造成的伤害做任何形式的赔偿 所以你想要使用本工作室所提供的登录档进行优化 请确定你有足够的电脑知识 了解你的电脑在使用 1 电脑有特殊的专业软体 有些专业软体需要修改登录档才能执行 所以不建议再用我的登录档做优化 以免修改到那些软体的登录档 2 电脑中毒 有些病毒会锁登录档 有时候会造成冲突 3 电脑磁碟空间不足 电脑执行速度明显变慢 这次系统已经开始错乱 有过多的垃圾资讯 不建议再执行优化 因为这个时候进行优化 对Windows而言不是进行优化 而是增加垃圾资讯 另外 如果你的电脑是用SSD的固态硬碟 也可以略过这一篇教学 因为SSD的固态硬碟 速度够快 也许你会感觉不出差异 当然如果你想要优化Windows 也可以试试看 首先到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下载登录档 下载完之后 用滑鼠左键点选两下登录档 选择4 选择4 选择确定 等一下重新开机之后 Windows就会套用这个登录档的数值作业 这样Windows就优化成功了 如果你觉得登录档优化之后跑得你不满意 可以用复原登录档恢复你原来的设定 复原登录档的网址一样在说明栏位里面 操作步骤和优化登录档一样 这边不再重复说明 谢谢